备受考验的还包括现在所有校学的防疫政策 台北市高中以下已经停课一个星期 有不少家长也开始留言涌入台中市长脸书 希望来比照台北停课 但也有人认为需要配套措施 否则没有后援照顾小孩该怎么办 对此台中市教育局强调 因为涉及的学生族群实在太广了 尤其小学生是很需要家长照顾 目前并不会跟进台北市的校园停课政策 戴着耳机盯着电脑 小朋友不能到学校改成线上教学 这已经是学校第三次停课 不止小朋友辛苦家长也好无奈 真的很无奈啊 已经停三次了 而且都是送到学校老师才临时通知要接小孩 台中市规定高中以下学校及幼儿园如有确诊个案 确诊前两日内曾到校上课 全班暂停实体课程三天 小朋友刚送去上课两天就得停三天 而且停停复停停 现在台北已经宣布高中以下停课一周 那台中会跟进吗 为了孩子的安全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做 以下停课以下复课 对小孩的学习能力上可能会有所落差 家长开始涌路市长脸书 台中妈妈硬起来叫卢市长 让我们的小孩远居教学 才复课两天又遇到班上同学确诊 不要让孩子冒生命危险 让有后援的孩子在家 没有后援的到校 又有人问真的停课 家长怎么照顾 问题一大堆 我们会和家长团体 教师团体 校长团体 进户召开协商 卢修院表示 因为停课影响层面广 小学生与国高中生不同 有家长照顾需求 但家长未必能请假照应 将持续密切关注疫情变化 甚至评估中 目前战不跟进 改远距 记者中部最后报道